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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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赵亲 你可还有什么遗言想说 侯氏上下 忠令不分 妖妃祸国 我大侠朝 皇帝 皇帝大人哪 吉辰已到 小姐你醒了啊明日就是你进宫选秀的日子我一定为你好好梳妆打扮 是 又受你的 如何 是 也是 这个日子 我要先生还给你 莲妹妹你今人这身山群可真好 待会陛下看到了一定会对你亲爱有加 过奖了哪里比得上姐姐姐头上的珠钗是用东海的宝珠做的吧 当真是耀眼夺目 哎 一根珠钗而已 不知什么 哎 你们看 那是谁 穿的这般寒酸 也敢进宫去绣 此人据说 是萧綦参领 鲜明的女儿 据说此前啊 一直住在乡下的庄子里 年纪到了 不得不送进宫里来 哼 这种乡下人也配进宫 也不怕冲中了陛下 小姐 我都说了 让您穿那件新做的扇裙 非要穿的这么朴素 这让皇上他会怎么选中也 过刚一折 为吉利生 皇上太后娘娘驾到 平身吧 谢皇上 开始 护博侍郎范勇之女范山 年十六 臣女范山参见皇上 瞧着模样倒是周正 你平日里 可读过什么书没有啊 回太后 臣女只读过一些女剑女训 书没读过什么 穿戴倒是精致 看来你接好 回皇上 家父确实十分宠爱臣女 廖牌子 皇上 够了 不知道皇上最厌恶穿金带银之人吗 退下吧 是 下一位 姓国公之女 连渠 年十七 臣女连渠参见皇上 连渠 荣妃 她可否就是你那庶妹啊 回太后 正是 哀家瞧着 果然有几分你年轻时候的骨样 可不是吗 臣妾记得荣妃妹妹十年前刚进宫的时候 穿的也是这般水木 皇后娘娘没有赞了 皇帝意想如何呀 留下 留下吧 留牌子 谢皇上 下一位 薛大学士之女 薛婉婷 年十七 臣女薛婉婷参见皇上 参见太后娘娘 你就是明满 你就是明满京城的财女薛婉婷 不愧是薛大学士家的嫡女 细致果然不一般 皇上觉得 留下 谢皇上 谢皇后娘娘 下一位 标其参领 谢明之女 谢定柔 年十七 臣女谢定柔参见太后 参见皇上 谢定柔参见太后 参见皇上 哀家依稀记得 谢参领 也是个不小的官员 怎么能让你穿得如此寒酸 来进宫啊 她不会 磕待于你吧 回太后 臣女的父亲 并没有磕待臣女 只是臣女怜惜父亲 养家不义 不忍铺张浪费 不错 还算乖巧懂事 你今日里 可曾读过什么书没有啊 臣女 自小在乡下长大 启蒙比较晚 没有读过什么书 是 何懂诗词 回皇上 曾习过几首 那便背一首 给朕听听 墙角树枝梅 凌寒独自开 瑶枝 不是雪 唯有爱死 金哥哥 你看 这首诗里有我的名字呢 这么简单的事 三岁小儿都会 我看着谢明 真是越过越回去 连个女儿都不会叫她 相貌和才艺 都稍逊一筹 廖牌子 留下 朕平日里 大鱼大肉吃多 偶尔吃顶 吃点青州小菜 有何不可 既然皇上喜欢 那哀家 就不多过问了 留牌子 谢皇上 谢太后娘娘 小姐 您真是神奇妙算 原来 早就知道皇上会看上你 他看上的不是我 而是梅妃 梅妃 如今金国公 在朝中 五十中天 你若想进宫 半岛容飞 必须先讨取圣上的欢喜 义父 熟儿子行 相似无声 好 我得听到 十年前 圣上还是太子的时候 曾有意测妃 梅妃 该女子 虽出生相隐 但是格外都和圣上喜欢 圣上 差点生她为皇后 只可惜 婚姻无命 终是无福修授 义父的意思是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 越显得珍贵 这根策子上 进入着梅妃的衣食住行 你先自己看看 能不能到圣上欢心 再次回去 是 再进入的贝壳 也有柔软的绿绕 为了复仇 就算是成为他人的提示 又如何 为了复仇 就算是成为他人的提示 又如何 小主 里面便是你的住所 有劳公公带路了 三位小主 你们选吧 谁住住店 谁 住车 从我第一眼见到皇上起 皇上便对我青睐有加 这主店 自然是我这等身份之人住的 谢答应的意思呢 凭什么 我在宫外捡路惯了 这侧店 或许更适合我 小主 谁都知道 这宫廷之中 主店是地位的象征 更容易得宠 这林中的鸟 唱的声音越大越先被捕裂 登山的人 走的越快越容易摔倒 我住主店 两位妹妹意下如痕 你住主店 回娘娘 这宫中主店 向来有身份之分 这住主店 要身份高 学识够 还要受皇上抬爱 最重要的是 能为娘娘排幽姐妹 这嘴还挺会说 娘娘妙在 来人 把她舌头喝了 娘娘 娘娘 娘娘饶命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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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惜了 巧舌如火 拿下去 送你 姐姐 你这个废物 本宫已经刻意了 让你穿着不素 你看看你穿的什么东西 我 我只是想这第一天 要给皇上留个好印象 好印象 你若不是我廉家的人 这薛婉晶晶 就是你的下场 姐姐 你就别怪我了 皇上不也是没生气吗 还封为贵人 在皇上眼里 廉家还是很重要的 你就是个庶主 也配 让廉家作为作福 做赛感 你的下场 这不是 薛婉晶的下场 小姐 以后在宫里 记得叫我小主 小主 这荣妃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居然敢直接勾了薛大应舌头 她就不怕皇上怪罪了 怪罪 沁国公有从龙之国 如今又重兵在我 整个朝野上下 没有一人不听命于她 就算是皇上 都要忍让她三分 又怎么会轻易处置荣妃 小主 你明知道这么危险 还主动塞钱 跟廉家人一起同住啊 不入虎穴 焉得虎 小主 外国这几日没有你事情的消息 原来是廉贵人 买通了近视房的太监 撂到您的牌子 这个廉渠啊 他真是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气 小主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笑得出来 现在皇上一天不翻您的牌子 我们一天就接见不了皇上 这可怎么办啊 着什么急 螳螂捕蝉黄雀在乎 既然他这么针对我 那我就以笔之道还之笔事 让林贵人翻不了孩子 参见林贵人 以后你搬到柴房去住 以后 这里归我了 行什么 这是我家小主的院子 你算什么东西 你别这么跟我们小主说话 我们小主可是皇上冲封的贵人 他赏赐众多 正缺一个放杂物的地方 你们的院子正合适 我竟然太深了 道听 姐姐既然喜欢 让他让他们贵人 小主 那我们做没有 姐姐不是说了让我们住柴房 去住便室 哎呀 你还真是脸下养了一条好狗 不过 可惜了 你这相貌平平 他是啊 要在这宫里凑凑到老了 姐姐说的对 妹妹拿比得上姐姐 姐姐不仅长相漂亮 还出身国公府 日后必定盛宠不断 成为六宫之主 定柔只希望 能够在姐姐身边 讨一口吃的就好了 那是自然 论美貌论学识 会远比其他几个贵人强 如今皇上夜夜灵性于我 相信过不了几时 这后宫啊 便要由我做主了 姐姐日后必定飞黄腾达 这后宫 哪有人有资格跟您比啊 过不了多久 你们都要向我俯首称臣 你要让谁向你俯首称臣 你要让谁向你俯首称臣 妹妹什么都没说 哦 是吗 那本宫仿佛听到 有人要成为六宫之主 还想让本宫对他俯首称臣 姐姐听错了 妹妹哪敢说那样的话 那么 你来说 你们家小主说我听错 你说她说的对吗 回禀容飞娘娘 小主 所言属实 本宫 属实 本宫再问你一遍 属实吗 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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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比炉飞娘娘 小主 所言居居属实 那看来本宫 确实是听错了 不过你的声音太尖锐 本宫听得心烦 来人 把她拖下去 把她的舌头 拔了 不要容飞娘娘 小主 小主就就奴婢 走 小主 小主 你这张脸 确实漂亮 年轻貌美 跟本宫年轻之时相 有过之安无不及 姐姐 一个贱壁所剩的野种 也配叫本宫姐姐 本宫身边缺条狗 你也配进宫 我告诉你 收好你的心意 想踩着本宫上岸 也不看看你自己 够不够格 从今日开始 你感染了风海 便不能再伺候皇上 明白了吗 可 可是我没有感染 那么从现在开始 你就感染了 在这后宫之中 没有一只苍蝇 能躲过我的手掌心 何况 是你 还不快滚 是 你今日做得不错 让本宫看清了自己树妹的真实面貌 来 这颗荔枝 本宫便赏赐赐赐 怎么 你是瞧不上本宫的赏赐 还是故意 不领本宫的琴 切身不敢 你 请个男孩不孝 好 谢答应 还是跟十年前一样听我 你父亲十年前向我连家投着 这些年忠心耿耿 本宫都看在眼里 你若是乖乖听话 本宫不会亏待云 可你若是敢在背后搞动 让本宫知道了 娘娘放心 切身一定安分守己 为娘娘马首施展 很好 回宫 命皇上 连贵人感染风寒 今夜不能士气 算了 陪朕去语花园走走 小主 连贵人感染风寒 不能去士气 你这煎红舞啊 都写了整整一个月了 文化了这么久 属于到世间了 何人在此跳舞 惊少了圣上 军哥哥 梅儿跳得好不好看 好看 那以后 那以后 每个月圆之夜 梅儿都跳给你好不好 好 这猪狗 第几后 照面 不应有恨 何事长想别是人 梅儿 梅儿 是 皇上 你为何在此 妾身闲暇武士 特来此处赏话 你可知荣妃 最讨厌后宫嫔妃 那妾身传都传了 陛下要告状了 他管不了朕 皇上 我们去哪 军哥哥 我们 回家 母 Pep 父葛 母 梅儿 母 母 皇上不渴 有何不渴 金氏房还没有翻到臣妾的牌子 臣妾没有理由留在这里 自从你入宫以来 朕一直都在关注你 至今为止金氏房都没有传来你的牌子 这件事情朕定会延长 禀娘娘 莲贵人感染风寒 皇上应该没说什么吧 皇上没说什么 但 但什么 皇上因莲贵人未曾侍寝 夜游御花园 正好碰见谢定柔 重新了他 什么 为了练剑红武 没想受罪吗 你可知自从梅飞死后 这净魂 变成了宫中的戒戒 妾身不知 妾身只知道 这宫中有一条规矩 只有容飞娘娘能吃荔枝 若是其他人吃了 请则身怀 正则面白 妾身若是知道 这宫中有不能学金红武的规矩 打死我也不敢 从今天开始 惊鸿武 你可以学 理智 你也可以知 妾身不敢 若是容飞娘娘追究起来 妾身家主 恐怕都被守卿 这皇宫是朕的 不是他容飞的 朕向你许诺 从今天开始 没有任何人 能欺负你 也没有任何人 能懂你的家人 怕等 就抱紧着 此事 故事 故事 时辰上不早 怎么这么早就行了 皇上该上朝了 可是今天朕不想上朝 皇上是一国之君 哪有不上朝的道理 别的嫔妃巴不得朕缠着他 你倒是好 想风设法地劝朕离开 妾身也舍不得皇上 可是皇上身赴天下 妾身哪敢耽误皇上的时间啊 你行吧 傅氏陈刚义吧 朕的柔儿 连嘴唇都是甜的 陪着朕吃了命 灰尘小夕 柔儿 柔儿 灰尘小夕 柔儿 皇上 朕等救驾来迟 请皇上恕罪 恐为重体 有人胆敢弑君简直荒唐 朕命你们 今日必须把人找到 否则 朕拿你们身问 皇上 不知道此刻逃去了哪个方向 皇上 妾身依心依心看的 简 是从哪个方向 射来的 没听到谢大蒙说什么吗 还不快去追 是 另外 宋传太医过来 是 柔儿 你为什么这么杀 有地震荡剑 皇上 你是七神 最在意的人 七神怎么会 看着心爱的人遇险 不关不顾 柔儿 柔儿 太医 太医呢 皇上 七神要是保不住性命 你就把七神 忘了吧 柔儿 被狐说 他一马上就来了 柔儿 是 不会让你做事的 小主 这是老爷送给您的护身软甲 您计划却士气 为什么要穿这件啊 因为时机到了 柔儿 当今圣上生性多疑 要想彻底抓住圣上的心 除了假扮霉肥 让他对你起侧隐之心 我们还必须 祸复沉重 义父的意思是 周围 是你爹曾经的救部 届时 他会混进宫中 扬装刺鸽 找机会刺杀皇帝 到时候 就是你护驾有功之时 义父不可 大小姐 属下已经被清国宫下了剧毒 难逃一死 我愿成为大小姐 为赵家复仇的垫脚石 不想 这是我赵家的血海神车 又岂能牵连于你 大小姐 无需多言 十年前要不是大将军 我早就死在战场上了 卑职这条贱命 是大将军给的 如今 若能为小姐完成复仇大业 我凭了这条老命又如何 我小姐不愿 卑职 将横剑刺吻 皇上 万幸小主的伤 没有伤及要害 并无性命之忧 但剑伤较深 虽不致命 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小主 切记每日要按时服药 饮食清淡 放能好得快 多谢太医 我记住了 下去吧 臣告退 柔儿 你现在身体牵挤 臣送你回去吧 皇上 臣在东南角 发现了一把被遗弃的弓 但并未发现刺客踪迹 一群废物 连个刺客你们都抓不住 臣留着你们做什么 滚 是 皇上 您日理万机 还是去忙要紧事吧 切身可以自己回去 那怎么行啊 柔儿 你现在身体牵挤 不如这样 今晚就留在朕的请故居了 那可不行 皇上 宫中有规矩 非凭示警后 不能久待宫中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柔儿 你今天救的 可是朕的命 皇上 妾身已无大碍 不要因为妾身一人坏了规矩 妾身会故意不去的 行了 既然柔儿 这么懂事 那朕就放你回去吧 谢谢皇上 来人 即日起 谢答应 分为 常在 遵旨 臣妾 多谢皇上 小主 都这个点了 那个谢答应怎么还没回来 兴许是那个贱人惹了皇上的不高兴 这会儿啊 正在训斥他呢 也是 今天奴婢 刚离开的时候 看见他在衣服上面 里三层外三层的裹了一圈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去积寒之地裹东呢 真是可笑 在这宫围之内 谁人不想尽快在皇上面前 尽快地宽衣解带 他倒好 入了这身宫 倒装起清高来了 看到他这副模样 皇上会喜欢他才怪 估计啊 这柴房他也是住不了 明白 奴婢这就向他赶出去 你们在干什么 这是我家小主的东西 小主 能顺利爬上龙床的才是小主 若是被皇上咽弃了 跟我们小主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简直是对我们贵人的侮辱 你们胡说 胡说什么 在这宫里还没有一人 能到此时还不从起宫里出来 你家主子 怕是早就被皇上改出宫去了 这柴房 以后你们也不配住 你们在干什么 哟 谢大爷回来了 脸色这么难看 看来昨天晚上皇上对你很失望吧 现在应该叫谢长 这个贱人 竟然梦了常赛 皇上不禁宠幸了他 小主 他们叫我们赶出来 你胡说 我只是看你不在 身为姐姐的 替你教训一下这个没用的贱臂 怎么 刚身为常在 就不把我这个贵人放在眼里了 当然没有 我跟姐姐住在同一屋檐下 姐姐能替我约束身边的人 我自是感激 你知道就好 不过你也别高兴的太早 我最近东西有点多 这柴房啊 你们就别住了 你们真的是贱人太甚了 连房都不让我们用 那让我们住哪 这里不就可以了吗 闭嘴 既然住在姐姐屋檐下 全靠姐姐照顾 将这屋子腾给他 又何妨 小主 那我们住哪 当狗就要有当狗的觉悟 哭 哭声 老主 嚣张不了多久 很快 我就会让他求着我留下 去给我烧一壶热水来 好 小主 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你说呢 原来 小主穿尖丝软甲 是为了给皇上挡箭 这皇上 也太狠心了吧 因为他受了伤 他还不留你在宫中 皇上留了 那小主 你为何回来了 这天下男人都一样 越是得不到的 才越在乎 越是愧疚 才越念念不忘 可是那个莲妃 一定不会让你轻易治疗伤口吧 我的伤是为了皇上拉下的 他想针对我 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别愣着了 快去烧水 不然 好像来不及了 是 念念不忘 必有危险 小主 他们明明被赶出了片房 居然还在片房里偷偷烧水 我看 好像是那个谢定柔身上受了伤 流了不少血 他去世秦怎么会受伤了 也不知道那个贱人做了什么 竟然能得到皇上的亲眼 还被封了常在 不过他依然递我一头 还是得仰仗我的鼻息过活 小主 我听说 这个季节 若是感染了风寒 最为致命 谁说不是呢 小主 这水要是烧了 连贵人一定不会让他好过的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牢 他越是折磨 皇上才越心疼 不是 站住 连贵人 你想做什么 你快 干什么 这间片房都已经是我们小主的 这水 你们自然也没资格运了 怎么 你有意见 姐姐教训的是 和我身体抱扬 想借用一些水 可以吗 你想用水 也不是不合一 小主 小主 原来你的身上还有伤口啊 那我就让你知道谁是这个宫里的主人 住手 皇上 连贵人 你在干什么 皇上 你刚才说 谁是这宫中的主人 人群 现在你撒的可不是我身后生的主人 而是皇上的宗里 不知皇上驾到 臣妾有失远迎 皇上 您怎么来了 朕如若不来 我还不知道 你要将朕的首尔 欺负到这种地步 皇上 您别怪连贵人了 此进宫以来 他对妾身还是很照顾 照顾 他都把你照顾到柴房这种阿萨地方来了 可见 他平日里对你百般苛刻 柔儿 有什么事情 都跟朕说 如若朕 被亲自过来 都不知道你要受多少苦 皇上 这是你 这个毒素 柔儿为了救朕 刚受了重伤 这才伤口包扎好 你竟然 往他的身上泼水 还用你的手 去按他的伤口 如果他的伤口有恶化的话 朕 也饶不了你 皇上 朕现在再也不干了 传朕口谕 连贵人 德不配位 便为答应 是多丰厚 从今天起 你给朕搬出主殿 让柔儿来住 你去住偏殿 如若你今后 还如此刁门任性的话 给朕 搬到了宫去 是 皇上 亲身只是一个常财 不能住在主殿 这不合规矩 柔儿 你就是太善良了 以至于让旁人 如此刁难 朕让你住 也就安心的住 多谢皇上关心 其实没事 伤口怎么样 朕再让太医来看看吧 多谢皇上挂念 其实没事 柔儿 以后有事情要和朕说 你好好收拾 收拾好了 朕再来看 谢定柔 你耍我 连贵人 我劝你还是不要意气用事 还是好好想想 那怎么让我同意住到主殿去 你这话什么意思 皇上是要我搬过去 但我还不想 除非 你跪下来求我 你做梦 这破屋 你耍朱就继续住着了 可是皇上如果看到你继续住着主殿 会不会发脾气 你 你什么你 你以为时间很多吗 也不知道皇上还会不会惦记我的商科 如果他再来莫成功 看到你霸着主殿 会不会大发雷霆 谢常在 求您搬到主殿去 可以了吧 你说什么 我没提起 谢定柔 你不要得寸进尺 我偏要得寸进尺又怎么样 连贵人 对不对 现在是连答应 能耐我何 小楚 我一皇上来 闭嘴 谢常在 求您搬到主殿去 可以了吧 不可以 你还想怎么样 方才 你怎么打的宝婷 现在我要你跪下 加倍让宝婷打回去给他赔罪 你放了 我堂堂庆国公之旅 你竟然让我给个卑贱的婢女赔罪 看来你不愿意 宝婷 我们继续做个偏 等等 等等 怎么 想通了 宝婷 今天的事情 是我不对 你不对 连答应 这诚意 好像不太够啊 谢常在 我错了 还求您搬到主殿去 小主 差不多得了吧 毕竟她是清国公的女儿 你可惜的太狠 你让我搬过去 也不是不可以 你还想干什么 你这主殿太过奢明了 我一个刚进宫的常在 没有雄厚的背景支撑 怕是连日常开销 都支付不起 谢定饶 你别仗着有皇上撑腰 就有事无恐 要是连答应这么说的话 我突然很怀念 我住在偏殿的日子 把我的凤鱼拿来 可是小主我们凤鱼 我说了把凤鱼拿来听都没有 是 是 是 小主 我们这样对联她呀 你们怕她报复吗 她姐姐可是荣妃 怕 我就算是怕 也是怕小鱼养乐 大鱼不上歌 这是第五个晚上了 谢答应才入宫多久啊 竟然连续五个晚上 表皇上召见 这侯宫的天 怕是要变了 去 五日 将成五日 上一斤口信谢定饶那个人五日 姐姐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没用的东西 还好意思在我面前哭 我刚看在廉家的面子上 才让你进宫 给了你被皇上翻牌的机会 你倒好 这么快就被人拉了下来 姐姐姐姐这真的不怪我 都是那谢定饶她 跪尽多端 荣妃娘娘 你要的东西 姐姐这里面是何物 什么一股难闻的血腥味 有的人 她办事不力 成不了左右手 所以她的手啊 就没必要留了 都是我办事不力 姐姐 荣妃娘娘饶命 姐姐 本宫让你办一件事 若是办得好 本宫可以饶你 要办不好 一定办好 一定办好 太后娘娘 荣妃求见 让她们进来吧 参见太后娘娘 荣妃来找哀家 做何甚事 最近宫中风波不断 先是有一位妃子离奇上吊 后来皇上又遭遇刺客行刺 臣妾心中实在惶恐 恳请太后娘娘 重开祥徽殿 为太后 为皇上祈福 荣妃考虑甚是周全 就按你说的做 退下吧 是 娘娘 您果然神机妙算 太后一听到您的提议 立马便答应下来 太后平日礼向来爱道 只要宫中一旦出了什么事 她就一定会让白云灌的道士来一道 这次谢定柔那个女人 能不能万劫不复 全靠你了 确实明白 这次 我一定不会失手 哼 娘娘 最近宫中好像不太平 太后亲请了百云灌的道长前来做法 所有的嫔妃都要参加 太后一心向道 加上进来宫中多士之群 此番安排 余公余私都在做的 我们能前往参加 也足以说明 太后对我等的重视 安歼太后 领导长请开始吧 是 领导长 你这是 太后娘娘最近宫中怪事连连 怕是有 邪碎作乱呢 胡说 宫中戒备森严 何来邪碎一说 领导长 先别着急 您且 慢慢道来 方才我怪 紫薇星仪 天强异象 这宫中怪事 即 一人所为 太后最喜欢白云关 就尤其是白云关名状 这次 你脱不了 宫中 向来 尽鬼怪诅咒 就连哀甲 在平日里 也只有在这隆重之时 才能见到道长 这宫中还有谁敢胆大包天 此人 身份不一般 属皮刀 不敢说 有哀家在这 为何不敢说 说 正是最近受闯的 谢常在 太后 我没有 不是我 谢常在 你究竟在宫中使用的什么妖术 哀家听闻 皇帝近日频繁召见你 对你是恩宠有加呀 你不会是用的什么妖术 转门来媚活皇上吧 太后 妾身是安宫中规矩 向来循规蹈矩 足不履以后 不敢有其他心思 太后 谢常在进宫里 还算是安分守己 否则也不会受到皇上的改班冲 这期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姐姐 你 容妃 所言极是 哀家虽然信奉道将 但也不能因为道长的一句之言 妄下定格 不过 宫中流言蜚语 一向波多 臣妾担心 林道长一袭话 就让宫中众姐妹 陷入流言漩涡之中 既然林道长所说 紫微兴乱 是从那个方向来 正好 臣妾的妹妹 也在那个宫中 臣妾斗胆 求太后查个明白 也好让令妹 不限于其中 还能还谢常在 一个清白 好让宫中的人都知道 她能得到皇上的青睐 并非 是用了歪门鞋子 谢常在 你 意下如何呀 淳妃娘娘说的有理 妾身身正不怕影子行 自然希望误会能解开 还请太后查明真相 以正后宫 你们都还算十大体 既然如此 百嫁 慕成功 您这是 今日之事 皇帝不得过问 小主 这太后 素来信任领导长 容姊 您刚得宠 这容妃 就要求领导长来攻住 这不就是冲着您来的 这可怎么办 兵来降大 水来土掩 有什么好着急的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好一个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就怕 做了亏心事 是吗 糟了小主 我们之前住的那个主店 是连答应之前住的那间 而且门锁都没有弯 会不会做了什么手脚 来人 先查谢常在的房间 开门 太后 切身的房间 不能查 为何不能查 谢常在 你好大的胆子 太后请 为宫中祈福 清除祸乱 你胆敢拦着太后 谢常在 今日之事 你必须给哀家一个交代 回太后 这一定是容飞娘娘她们 回太后 里面有切身的私密之物 不便已是重人 这事由不得你 来人 给哀家搜 太后 真的不能 谢常在 你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连哀家的话都不放在眼里吗 启禀太后 臣妾跟谢常在同住一屋 我早就发现 谢常在她 无对劲 如实说来 谢常在宫中常有烟火气息 她所住的主殿 是不让生火的 距离偏房也远 莲答应 你莫不是搞错 谢常在 身受皇上洗来 你若敢敢有半句污蔑之气 你可知道 是什么样的下场 臣妾不敢 若臣妾胆敢冤枉谢常在 愿以死谢罪 这宫中可燃之物 无非是香火 谢常在 你难道不知道 这宫中 禁止私自点燃香火吗 给哀家 也只是在大夜 以及特殊的日子里 才找白云冠的道士 来宫中做法 你竟然敢如此无事功归 我家娘娘绝对不可能用香火的 放肆 这里有你凶坏的字 谢常在 莲答应说的是真是假 你如实招礼 太后和皇上在这 你若敢敢有半句虚 那可是欺君之罪 不是这样 启离太后 查到了 谢常在 什么话好说 谢常在 好大的胆子 启禀太后 宫中常年禁止焚香 谢常在 私藏香火 这就是死罪 还请太后 处死谢常在 以锦笑游 还请太后 处死谢常在 以锦笑游 谢常在 你还有话可讲 真假 无话可说 启禀太后 我家娘娘绝对不可能焚香的 这香炉出现在我们主殿 一定是那个莲妃 她故意放在我们这儿呢 你胡说 财富 你可千万不要听信了这剑壁的谗言 谢常在 你抬起头来看着艾家 香炉 可是你是 是 小主 母后 祝考 皇帝难道要为了一个宠妾 而破坏了宫中规定吗 来人哪 把谢常在拉出去 重打二十大班 等等 今天这香炉 一并给艾家碎了 诺 这是什么 西宾太后 这便是谢常在的祈福之物 拿来给艾家看看 西宾太后 谢常在所求 一定是无不不 还请太后不要看 以免脏了您的眼睛 难怪 太后 谢常在最近在宫中顺风顺水 想必也是依靠着香炉 还请您不看了 好 不如将这 太后 此等无悔之物 一定会脏了您的眼睛 不如 重重责罚谢常在 依臣妾看来 二十大班不够 应该 四十大班 谢常在 你可认罚 臣妾 认罚 谢常在 你居然用此等手段 求得皇上宠爱 行无悔之事 实在难登大雅之号 刚才是谁 说的是无悔之物 太后 这纸上所求的 一定是无悔之物 告辞 来人 再将 连大业 重大四十大班 皇上 我 我冤枉了 这分明就是 谢定楼的错 太后娘娘 你应该重重的 责罚她呀 太后 皇上 连曲 只是为了 宫中着想 并没有其他心思啊 没有其他心思 那她是如何知晓 这纸中的内容 你说其实 无悔之物 还是说 中非 你也知晓 回皇上 臣妾不知 还要定连大印的罪 总而让她知道 自己错在何处吧 这宫中焚香 的确是禁忌 谢长寨所求不为何物 求的是 朕和太后的平安 你说这是 污秽之物 我 不是 还是说 你觉得 朕和太后的平安 以及全天下的太平 是污秽之物 皇上 臣妾不敢 臣妾不敢 皇上 看在连曲 是关心则乱的份上 也看在 她是臣妾妹妹的份上 就放过她这一次吧 除了她 那谁来放过 被诬陷的谢长寨 更可能 连曲前几日 还故意给 谢长寨的 伤口上面泼水 简直是 蛇蝎心肠 来人 在 把连曲给拖下去 重择四十大板 将为 败人 不要皇上 不要 不要皇上 皇上 谢长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皇上 回太后娘娘 臣妾自进宫义来 便听闻 皇上公务繁忙 太后大受僵持 便想为二位祈福 胆怯深深至宫中 有规矩 不能孔然焚响 便在自己的宫中 做这些事 还请太后恕罪 母后 还看在她的情意上 宽恕她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母后 来人呢 把谢长寨压下去 轻则二十大板 母后 不过呢 义哀家看来 这后宫之中 似乎缺少了一位贵人 太后言之有理 来人 即日起 将谢长寨 封为谢贵人 臣妾 谢主龙恩 居然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本宫还留着你 有什么用 那日香炉里的东西 本是我丫魂亲自装进去的 怎能有错 是你装进去的 是奴婢 可是奴婢 嗯 娘娘饶命 娘饶命啊 娘饶命啊 姐姐 住嘴 要不是你是我廉家的人 现在被拖出去的人 是你 啊 啊 啊 拆借知错了 还请娘娘恕罪 要我饶过你 不是不可以 听聘娘娘拆钱 这个谢定柔 倒是有一身本事 懂得藏风 可惜他得罪了本宫 本宫定不会饶过他 可是 他现在正得胜宠 谁还敢对他再有杀意啊 除了你 还能是谁 是吗 你还想让我 怎么 你不愿意 在这宫中 若没了我的照片 你以为你能活得下去 可是娘娘 皇上已经多次殉持臣妾 我哪里还敢对他再下手了 说是你设法 让他的宫中失足 那也是常有的事 怎么能 算害人呢 先生知道 小主 这些日子 您时常到这尺边 不知是要做什么 闲着无聊 随便走走而已 小主 聪慧 绝不会做这种无聊之事 更何况 皇上那边 您虽然得宠了 但是 却惹怒了 容飞和连渠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您的 你说的没错 那你还在这 莲花池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皇兄 臣弟可是听闻 近日宫中有一位谢贵人 颇得皇兄的欢心啊 连你都知道了 臣弟方才从宫外走来 在莲花池 碰着一女子嬉戏 而臣弟又不认识 边上的下人 就提了几句 他呀 确实是个乖小可人的 倒是难得 见到皇兄 对后妃如此伤心啊 不过皇兄 你为何 只在远处看着 朕何尝不想多陪陪呢 但要怕对她的宠爱太盛 招人养 朕 是为了保全 可臣弟倒是以为 后宫女子 最想要的 是皇兄的陪伴 何况 后宫有皇兄和皇后在 治理严明 能出得了什么岔子 你说的也有道理 既然这里有送入宫的田瓜 想来她也行 那朕 就叫她来尝一尝 谢定柔 那日乡屋里的东西 我的贴身丫鬟查看过 你根本没有给皇上和太后 没想到一转眼就变了 我还真是太小瞧你 怎么 就允许你栽赃我 不允许我自己救自己 你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你应该很清楚 就凭你根本斗不过 要怪 就怪你的方法太处 香炉本是宫中镜 放在我的房里 你以为 我不会时时刻刻盯着 你这贱人 别以为你拿了我房间的钥匙 就能为所欲 主店我都进得了 我怎么会给你留把柄 早就听闻 荣飞在宫中心狠手辣 但依我看 你这条荣飞的 我不过 谢定柔 你虽然是宫中贵人 但也不能对荣飞不敬 我偏要不敬 你能拿我怎样 我不嫌 姐姐 姐 你要干什么 放开我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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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不是我 是谢贵人他自己摔下去的 少儿 到底怎么回事 你和朕说实话 你放心 只要有朕在 没有人敢欺负 回皇上 是妾身 自己掉入之中的 皇上您听到了吧 谢贵人都说了 是他自己摔下去的 跟陈前没有关系 天曲 你好大的毯子 你仗着荣妃在这宫中的室里 肆意忘了 你真以为朕 不敢收拾你 皇上 皇上这件真的是冤枉的 方才谢贵人都说了 是他自己摔下去的 跟这些没有关系 放手 朕这几日 时常在这附近的亭之中平 谢贵人 每日都在这莲花池周围游 可见他对这莲花池周边的地形 无比浮起 可怎么你一来 他就摔下去了 还有你 谢贵人 我要处处为这个毒妇着想 你越是纵容他 他越肆意妄为 不知悔改 妾身之罪 好了 起来 皇上 皇上冤枉了 分明是他 分明是他抓了陈前的手 冤枉陈前啊 你把谢贵人 推入这莲花池周 他尚且为你辩解 可你 非但不知恩图报 还反要倒打一耙 你的意思是 朕的眼睛瞎了 不是 那还是宋王的眼睛也看错了 也不是 那便是 你廉价在这玉朝之中 已经让你无法无天到可以无神阵 皇上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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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仁 我连区给我拖下去 责令在宫中闭门思过 朕 再不想见 是 皇上恕罪 皇上恕罪 因为 告诉龙飞 这朝中的上上下下 那是朕 不是他理人家的 皇上 皇上 娑儿 这礼梁 陈一同会进宫吧 你的伤还没有好 朕不是嘱咐过你 不要时常出来吗 妾身听闻 这几日 梁花池的帘子很薄 想亲手摘一下 给您补补身体 柔儿 你的心意 朕自然是明白 但你切勿 不要纵容这些人 这样只会伤害你自己 况且 你感染了风寒 那怎么办 能为皇上做一些事 妾身受一点风寒 又如何 柔儿 我的好柔儿 你可是朕的 切语谎 皇上 太后有要事找您 皇上 既然太后有要事 您就先去吧 那你 妾身可自行回宫 皇上不必担心 兄弟 那就劳烦你 帮朕 送柔儿回宫 免得那些不长眼的东西 再来惩罚 皇上放心 臣弟 帮朕 将谢贵人 安全送回宫 这里没有外人 别装了吧 这里没有外人 别装了吧 皇爷 好久不见 你简直是在胡闹了 怎么每次见您 您都这么严肃啊 当年赵家出事 我和谢将军 费尽千方百计 替你隐瞒身份 保住你 为的就是你平安活下去 可你肉啊 擅自进宫 参选秀 还让谢大人瞒着我 怎么 这宫中的纸醉金迷 就这样吸引 在王爷眼中 我照夫就是如此不堪之人 万万不是这个意思 本王爷只是担心你 您来宫中到底是为了做什么 当初赵家满门被诊 我负荆人冤之急 赵家背负了千古骂 这些旁人不记得 我怎么能忘记 回来 自然是为了讨过一个功能 那你可知 这连世背后势力根深蒂固 一手神功生死难料 大仇不报 我怎能安心苟活 还有进宫见证 昔日仇人走向赴明 我才能高位家人的在天之灵 你把这宫会当中什么地步 纵然你有些小聪明 也不可能实时护住自己 万一你有什么闪失 这本王如何向你王父王母交代 报不了仇 我才无法交代 看这仇人苟活 与世我才无法交代 可知这些年 那我是怎么过来的 只要隐蔽上瘾 就是他们死在刑场的惨状 如果我真的能 不管这些独自狗狗 那便往为人子 可若是在宫外 你有什么事情 本王都可以替你解决 但是在宫里 你遇到什么危险 本王来不及保护你 你到底明不明白 我知道 这些年 你从未间断地照顾我 我很是感激 可是我早已拿定主意 仇人不明 我只不敢 那仇不报 是那星座儿 我 王爷 我就先回去了 失败了 小主 这是谢将军让奴才转交给您的 凡请转告一付 女儿已经知晓 定会竭尽所能 娘娘 谢贵人求见 谢贵人 让她进来吧 切身参见淑妃娘娘 起来吧 坐吧 谢贵人突然造访 都有钥匙 没什么钥匙 只是切身的父亲 前些日子 从江浙带回来一盒桂花糕 听闻娘娘是江浙人 特意来呈送给娘娘 这是元宝斋的桂花糕 自从十五岁进宫起 就再也没能吃过 你有心了 因为娘娘的父亲温大损失 最近因为朝堂药物分外头疼 切身的父亲有些许良策 也许能助温大人 一臂之力 谢贵人 你为何要帮本宫 娘娘半年前流产 有窗门 是荣妃所 娘娘就没有想过 报复回去 你可知 你今日这番话 本宫要是告诉了荣妃 你会如何 切身相信 娘娘不会这样 难道娘娘就不想眼见她 廉家负面 荣妃失宠的那一刻 本宫凭什么心 就凭切身跟娘娘一样 对林氏恨之入骨 与其等于她来害人 令我们深陷囹余 不如怎么进去 切身参见书妃娘娘 妹妹不必多礼 这是皇上赏赐给本宫的东西 本宫平时也用不上 你挑挑看 就收下吧 这太贵重了 切身不能说 你就收下吧 在这宫中 我的故事也只有你 那切身 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你宫里的这个小太监 本宫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这是我新收的太监 姐姐没见过也正常 娘娘 已经查到了 最近谢贵人好笑 和淑妃娘娘走得很近 这个谢定人 以为攀上了淑妃 本宫就奈何不了她了吗 既然她们两个 既然她们两个都这么着急想死 那本宫就成全她们 上次让你安排的人 安排得怎么了 娘娘放心 已经先安排好了 谢贵人并没发现异常 很好 你去 亲雅姑娘 这是我家小主特意 为淑妃娘娘准备的点心 是牵手做的 娘娘要趁热尝尝 多谢 谢贵人有心了 刚才是谁来了 喂 娘娘 是谢贵人宫里的小巷子 她奉了谢贵人之命 将刚做好的绿豆糕 拿来给你尝一尝 柔儿对本宫真好 她定是知道 我这几日胃口不佳 才特意送了点心过来 金雅 你怎么了 娘娘 你不要吓奴婢 太医 卢妃娘娘 儒菜已经按照您说的 把绿豆糕送到淑妃那了 想必要不了多久 淑妃那就该乱成一团了 这件事你办得很好 那您之前说 会想办法将奴才送出宫外 去跟家人团聚 本宫说到做到 现在就命人送你回去 这个门后面有个小道 能通往宫外 你出去之后会有人亲眼 老婷 找什么呢 奇怪了 小巷子哪去了 奴婢还想着 让他把房间里的花瓶 移到室外去呢 一直找不到人 许是去哪儿溜达了吧 小师公 不好了 刚刚御哈园那边传来消息 说是在角落那口枯井里放下了小巷子的尸体 你说什么 你是说 谢贵人有意谋害淑妃 这如何可能 本宫听闻 淑妃在这宫里来往最频繁的人就是谢贵人 他们感情那么 谢贵人没道理害的 奴婢之前也觉察不到 谢贵人会是这样的人 但他已经查看过了 这盘绿豆糕里放了不少花生粉 我家娘娘对花生过敏一事 河宫上下只告诉过谢贵人一人 旁人送来的吃食 我们都甚至有事 唯独对谢贵人从不赦服 来人 去请谢贵人过来 谢贵人 本宫只当你往日不守规矩 没想到 已经如此胆大包剑 公然谋害后宫嫔妃 你可知罪 皇上 皇后娘娘 妾身和淑妃向来亲戚 喜欢她都来不及 又怎会害她呢 更不要说 用这么拙劣的手段 让自己功力的人 去明目张胆的送吃食 可除了你之外 我们旁人并不知道 淑妃对花生粉过敏一事 除了你 还能是谁 不知淑妃情况如何 幸好太医去的吉时 加之她并未使用太多 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但人 还未清醒 谢贵人 除非她是否告诉过你花生粉的事情 你要如实回答 妾身 确实知晓自食 但 妾身 从未让什么小巷子 去送什么绿豆糕 妾身断电 定是有人买通小巷子 以妾身的名义行事 神河 又杀人灭鬼 好彻底 呆赞给妾身 这些 不过是你的狡辩之子 如今证据确凿 休想脱罪 谢贵人 你莫不是觉得 在这六公子 你想对 便能对 谢贵人 我还有什么要说的 皇上 您日理万经 没必要 用她的狡辩之词浪费时间 依臣妾考 尽快严惩谢定 还淑妃一个公道 谢定柔 谋害淑妃 以下犯上罪无可恕 应当立即 拖下去杖毙 雪曼 皇后娘娘 您这是什么意思 这板上钉钉的事 还有什么好用 莫非 你是想包庇杀人凶手 这件事或许另有引擎 本宫已经派身边的 刑嬷嬷去查了 想必用不了多久 就会水落石 大家不妨再等阴 皇后娘娘 温姐姐说过 花生粉过敏一事 她只告诉过切身一人 但切身从未让小巷子 给她送过吃食 现在小巷子已死 怕是有人 以此陷害我 纵使本宫愿意信你 你也得拿出证据才行 切身身正不怕影子行 还请皇上皇后明察 有一个办法 可以证明 不是切身做的 你说说看 娘娘 可否让身边人 去一趟御膳房 御膳房 切身记得刚进宫时 御膳房派人 问过各宫主子的口味 还有注意事项 淑妃不敢将 花生粉过敏一事 告诉宫里其他妃品 最不可避免的 要透露给御膳房指导 否则每次遇到宴会 稍有不慎 也容易有危险 有御膳房的人动了手脚 陷害你 你打算让本宫怎么做 各宫的妃品 每日起居都有各自照料 是不是臣妾一查便知 来人 将御膳房中的柜子 给我搜查此信 不可漏掉一个 是 行 嬷嬷 怎么有空到这里来了 皇后娘娘有命 宫中有柜主遗失重物 需要搜查此处 嬷嬷 三百两 郑厨娘 这是你的银票 默默 这是我的 寻常工人的阅历才多少 别说是三百两 就算是三十两 都要攒上数米 你哪里这么多钱的 说不出来吗 是不是你偷了 宫中主子的东西 找人帮你变卖 才换了这么多银票 默默饶命 这真的是我自己的 你连这钱的来路 都说不清楚 还有什么好狡辩 来人 给我重重的打 打到他开口为止 这银子 是有人给你 让你利用花生粉 来谋害书妃娘 不说是吧 像你这样 手脚不干净的人 宫中是断然留不得 继续打 我手 我手 皇上 皇上 皇后娘娘 此人乃是一扇房的厨鸟 她已经承认 她曾受人指使 做了那盒 含有花生粉的绿豆糕 给淑妃送过去 还设计嫁货给谢贵 大臣 老诺从她的柜子里 搜出了几百两的银票 且追问其来处时 此人置之乌乌答不出来 后来是动了刑 才一无一时的招了 这事还要多亏了谢贵人提醒 御膳房洞悉各宫的食材 忌口与喜好 淑妃对花生粉过敏之事 瞒得了旁人 瞒不了他们 还不快说 到底是受何人指使 是 是连大印指使奴才的 又是那个连曲 来人 把连大印给朕带来 若儿 让你收回去 若非皇后派你去查清此事 这名大印会吕教不开 请先再次构陷你 皇上 皇上 臣却冤枉 皇上 臣却冤枉 人赃并获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这虫娘已经承认了 若非晕底一时 便是受了你的指使 你还妄讨下害你谢贵人 不是这样的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为了脱罪 会设计这出陷害 臣却皇上 淑妃出世到现在 才多久的功 谢贵人一直在那 哪儿都没有去 除娘之事 是本宫身边的 行嬷嬷发现 连大印 你是在说本宫陷害 何况朕还知 你素来与谢贵人不合 并对其怀有疑 这上一次的事情 才过去过长时间 你不仅不知悔改 而便本加厉 把你这样的人 留在谢贵人身边 让朕如何安息 然 来人把连答应 带下去 入冷宫 这就救我 这就救我 不是这样的 放嘴 犯下了弥天大错 还望想让本宫替你求情 来人 还不赶紧把他抓下去 莫要再惹皇上生气 皇上 这些人忘了 皇上 皇上 臣妾有如此的妹妹 臣妾心里数十愧疚 不如就将他打入冷宫 让他好好反省 我看你这个做姐姐的 该好好反省反省 皇上 恭喜妹妹 因祸得福 姐姐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你不知道 我听说你晕倒可吓得不起 是祸躲不过 既有人打定主意对我下手 那便是我的金属 不过 我总觉得这件事的主事 不应是连渠 姐姐也看出来了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件事被后指使之人 就是荣妃 可竹娘只指认了连渠 想要荣妃获罪 没那么容易 如果连渠 真的是替荣妃担责 如今被打入冷宫 岂会情愿 娘娘 冷宫内传来消息 说是连大眼自搬进去之后 就一直咒骂你 几乎是不停歇 要是放人下去 奴婢只怕 事情会传到皇上和皇后的耳朵 果然是跟她那个生女一样 于不可及 既然 她这么多事 不如就找个人去 让她永远都开不了口 这个节骨眼上 要是连大眼死了 就怕皇上 会认为之前的事情另有隐情 而对你产生离心 你说的还有点道理 若这个节骨眼上 皇上的确不猜 为何不遇时爱 祸水东西 你却 把上次小巷子拿的簪子 给找出来 奴婢明白了 明明是你犯下的错 凭什么要让我担责 你要告诉皇上 我是无辜的 你才是幕后黑手 你有时间在队里跟我叫唤 不如想想你那位娘亲 还有你弟 你什么意思 本宫圣冲不衰多 不知给连家 带来多少人 你觉得 若是被你拖下水 连家 还能容得下他们母子吗 你要是想让他们好好活 本宫 倒是可以给你指一条名物 还想让我做生 只要你按本宫说的去做 我能保证你娘 和你弟 可以毫发无伤 还能继续享受荣华护婚 不过这冷宫啊 你这辈子是出不去了 但是你可以 死则行死 小主 冷宫那边守着连答应的宫女 回来说 连答应想要见你 连区想要见我 可具体说的是什么事没有 那边宫女只是传话说 连答应有秘密想要告诉你 而且你肯定想知道 秘密 好 那我便去一趟 小主 慎重了 你总觉得 连答应找您 不会有什么好事 万一再有道威胁 不入无学 不得胡子 要真是连家埋下的坑 我就更没理由不去了 而且我也想看看 熊飞还有什么好手动 听问连答应有秘密 如今我来了 你可以说了 你现在很得意是不是 想当初刚入宫的时候 你明明处处不如我 这才过了多久 我就一无所有 而你却踩着我步步上位 连答应这话说错了 但凡你回顾一下 之前发生过的事 就该知道 庄庄渐渐 都是你先招惹我 你到这里 都是咎由自去而已 你这个毒素 你找我来 应该不是为了骂人的吧 让我猜猜 你现在 心里怨恨我跟你 还是怨恨荣飞贡 这一切都是荣飞做的 你只是替罪羊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知不知道都不重要 这冷宫三眼 一进冷宫 永适不得住 又闻 这里吃不好 喝不好 无人照顾 竟连下人都能 骑到你头上 夜还有 红鸣鬼将 你一定很害怕吧 你胡说 我在这里 只是暂时的 荣飞是我亲姐姐 她不可能 放让我不管 她一定会带我 离开这里的 你可真是天真啊 她若能带你出去 你便不会在这里 这冷宫 是宫围中的天墙 若是她自己进来 尚且飞不出去 何况是你 还是这般的愚蠢 管我以为 能给你一个自救的机会 今日看 我是白来了 等等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 都是荣飞让我做的 你们是姐妹 你又只是一个答应 在宫中行事 自是处处小心 只能以她的注意行事 要说这件事 与她无关 我是不会 连你都知道 为什么皇上不知道 你若想皇上知道 到底不明 只要你当面指认她 把她安排的事 事无巨细地说清楚 皇上明察求和 定能分辨 熟是熟的 还是不 为什么 竟然我不想说 你走吧 明万不理 我何尝不想离开这门 可我不能不管我弟和我娘的命 我要是出去 他们便得死 现在我就算死 必要拉你垫背 皇上 不好了 我们传来消息 说是连大爷已经死了 死了 怎么死了 这 是这屋做什么 还不快说 之前谢女人去理她 她走负面多久 从范的宫女进去 就发现连大爷已经咽气了 这件事情 皇后 非知道了吗 两位娘娘都已经知道了 现在 已经往冷宫去了 去看看 妹妹 你死得好惨啊 你都已经被打入冷宫 为什么谢定柔 还是不肯放过你 顺妃娘娘 我已然说过 人并非是我杀的 只怕是我走之后 把自己寻死 大伙 前步行 我刚刚来看望过她 男女间 没有半分求死的意思 怎么你印了 她就丢了性命 还有她脖子上的致命伤 只能是你 把她刺死的 皇上 连娶进冷宫之时 并没有佩戴任何饰品 这枚簪子 趁这乔治也不像她的所有屋 这一定是谢定柔的 谢贵人 这似乎是你第一次事情 朕赏赐给你 皇上赏赐之物 妾身都放在了库房里 因为十分珍重 平日你都舍不得佩戴 又怎么会拿出来 对付莲大应呢 那便去你库房里 查一查便真 若是少了紫物 那就更能断定 就是你黑死的连娶 皇上 独自带人去西贵人的 库房查探过 你却少了赞紫 谢定柔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冷宫的下人都能证明 你来过之后 本宫的妹妹就死了 现在凶器的来历也找到 神证物证俱在 凶手除了是你 还能是谁 皇上 连娶虽然有策在线 但她罪不知子啊 你也只是将她打入冷宫自行 同会想过要她的性命 都怪谢贵人 残忍无道 杀人嫌犯 皇上 你也要给陈谦 最主啊 皇上 皇上 难道你要为了这么一个女人 不顾忌陈谦陪伴您多年的感情 不顾忌连神使来 美国付出的贡献吗 皇上 谢贵人 神 真的是你杀的 朕已经为了你把她打入冷宫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 皇上 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谢贵人性情温良 并不像赶尽杀绝之人 皇上 妾身愿对天法事 若连答应死于妾身之事 妾身必遭天窃 不得好死 这三三子 是妾身不防止的 原知不是有人暗中窃去 另做他有 妾身没做过的事 绝对不会忍 你 连答应品行不端 被发落至冷宫已是事实 既然今日已死 朕不想再多生事端 朕会派人后葬 至于她是自行 还是被认过 朕不再追求 皇上 好了 都回去吧 皇上 你想到皇上这么天才谢贵人 连答应都赔上了性命 竟也没让她担责 这林妃一旦进了棱子 在皇上心中 便成了一枚妻子 谢定柔毕竟正得恩处 皇上怎会因为连曲而定他的名 那你何必要连答应的性命 你懂什么 一来 连曲已死 谋害淑妃之事 便不会有人再提起 二来 谢定柔虽没有受过 但此事在她和皇上之间 已产生嫌隙 日后只要皇上想起 她是个心狠手的恋 便不可能再待她如初 这世上 最经不起讨厌的 就是你心 小主 您这是怎么了 乔治像是有心事 自从林妃死后 皇上就再没找过我世纪 小主不必多想 若皇上真的是要怀疑您 当时就不会不认真了 还定是看中您呢 所以才结果不提的 他就是心里人认为 是我杀的连曲 因此有了界定 我要是再不做些什么 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可是您也没有办法自证 没办法就想办法 没证据就制造成事 我之前让你打听过 小巷子的事 我记得你提过 他跟荣飞宫里的一个宫女 关系格外亲切 是荣飞宫里的品娟 品娟 我知道 你随我去一趟库房 皇上 谢贵也来吧 说有料是要的 谢贵 让他进来吧 宣 参见皇上 老二 你怎么办 皇上 自连答应出事后 妾身回去 便把库房里的珠宝首饰 都清点了一遍 这才发现 除了冷宫里发现的簪子之外 还同时少了四五件 其他首饰 仅有此事 公公那日带人去馋 不知是否有发现 回小巷 老奴那日只顾得 查看簪子是否还在 其他的定义请点 如果别的也少 极有可能是小巷宫中 有人手脚不干净 小巷今后 可要仔细放任何事 还少了其他东西 可我找到 谢贵也怀疑 是底下人行亲 便把他们的柜子 都搜过一遍 但无一所获 直到今日 宝婷在小巷子床底 发现了一个暗格 打开发现 所有丢失的首饰 都在暗格里 所有丢失的首饰 都在暗格里 这是什么 那暗格里 有这样一块帕子 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 小巷子 朕记得他当时 是给淑妃送绿豆糕 随即跳起身亡的 那个小太监 正是 那一个小太监 为什么会带一个帕子 切身不知 且切身宫中 并没有一个宫女 名字带有娟子 实在想不到出去 看来这个小巷子 和连达影勾结已久 那个三子 很可能就是小巷子 给连达影带回去 瘦儿 让你无端牵连进去 受委屈了 只要皇上愿意相信切身 切身受点委屈 也没什么要紧 瘦儿 快起来 前阵子是朕 公务繁忙 再加上被连答应的事 弄得我是心神不得 竟然忘了 朕答应过 封贫未知 皇上对其身如此正 其身都不知道 该怎么报的 什么 你能和朕 心意相处 就足够 皇上既还有公务要吗 其身就不打扰了 先行告退 去 康公公 朕记得荣飞宫中 有一个宫女名叫 平子渊 正是 那连答应被打入冷宫之气 她身边可有宫女名字中 带有渊子 似乎没有 朕知道 退下 皇上口谕 谢贵人 才得兼备 贤良聪慧 深得振兴 朕 风气为谢贫 赐欲如意 黄金二百领 珍珠手之十剑 亲子 谢皇上 恭喜谢贫娘娘了 有劳公公特意跑一趟了 标志贫娘娘近身 荣飞今天还去御书房闹了一头 黄明立下给砍出去了 让她回去闭门思过 可见 皇上很是看重娘娘您了 多谢公公告知 那老农就先告退了 小主 不 现在该叫您娘娘了 奴婢愚钝 当初 您献给皇上的那个 小巷子的暗格 根本就是假的 连里面的首饰 也是后面才放进去的 就连手帕也是奴婢秀的 为何皇上 突然对您态度大转变啊 有时候 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皇上愿意相信什么 我这样做 也是以笔之刀 是笔是吗 娘娘 这是刚熬的红豆羹 您尝一尝吧 拿走吧 本宫没有胃口 您不要忧心了 皇上一向宠爱您 只要时间一长 一定会恢复宠爱的 哪还有日后 这宫中 些人从未断过 若是我的膝下 再无子思 恐怕 连这贵妃的位置 都保不住 娘娘 我最近还听说 洛英宫的何妃娘娘 自从生下五皇子之后 就病得愈发严重 几乎到了不能下床的地步 娘娘 五皇子 五皇子在合着 本宫许久未见的孩子 还怪想她呢 五皇子 他也睡下了 他一个尚未足碎的孩子 睡了也吵不醒 本宫就是瞧他一眼 又不坐旁 还不快带路 是 是 水边请 这孩子若是没了生母 势必要给旁人养 放眼整个后宫 最有资格抚养皇子的人 自然是娘娘您了 那不如就让本宫 放核飞影 崇飞向来不屑和宫中 其他妃嫔来 怎么会特意去合飞呢 娘娘 该不会 她是得知合飞病重 打死了五皇子的主意吧 若真是这样 绝不能让她得知 走 我们去找皇后 是 参见皇上 皇上 自从合飞诞下五皇子 身体愈发不适 臣妾想着 在宫中设下家宴 为其祈福 皇后有心了 按你说的做吧 谢皇上 该死了谢丁柔和皇后 不论本宫做什么 他们都要从中阻挠 娘娘息怒 姿势体大 不如我们从长计议 也只能这样 来 今日是家宴 大家随一点就好 六弟 你今日在忙些什么 真已经我好几天没有看到你了 启离皇兄 近日无事 臣弟便在家中看了几本邪书 宋王年龄也不小了 怎么还不成功 是时候该找个人照应一下 臣弟这副残缺之身 还是不要祸害那些高门贵女 六弟 这是说了哪个话 你可是我当朝的宋王 有哪家女子 不想嫁你为妻啊 皇后 你闲来无事 多帮我六弟参谋参谋 看看是否有 适合婚配的女子 臣妾知晓了 不如让谢平妹来跟陈妾一起吧 谢平妹妹善事的人多 甚好 柔儿 你也多帮忙 切身领命 皇兄 陈许是今日饮的多了 头有些疼 想出去行兴局 畜弟 你这酒量还是老样子 行了 早些歇息吧 注意安全 陈弟告退 宋王若觉得身体不适 不如现在死于内歇着 奴婢去给您端一碗 行走药了 好 奴婢去去就来 你这酒量 娘娘 刚刚有个宫女说 宋王有钥匙下上 我知道了 皇上 皇后娘娘 切身不胜酒力 先行告退了 宝婢 你在这守着 我进去看看 宋王 你没事吧 我醉了 宋王 我没醉 你放开我 怎么这么痛 我去叫醒酒堂 宋王 你们是本王先认识你的 你怎么成了本王的皇嫂 你说的可是真的 看这两个人早就不背景 原来早有私情 谢定柔 这次你死定了 皇上 臣妾有事要起奏 何事 臣妾要告发 谢平和宋王私偷 除非讲话可要讲正义 是臣妾的宫女 亲眼所见 皇上 臣妾不相信谢平会做出这样的事 皇后娘娘 先别急着替她变 不如 瞧一瞧 走 皇上 皇上 这不就是谢平身边的宫女 谢平 一定在里面 你拦在这里做什么 你家主子呢 我家主子 让开 皇上 你们怎么来了 谢平 宋王呢 什么宋王 这里只有妾身一人 胡言乱语 本宫的宫女 亲眼所尽 你们两个躺在一起 淑妃娘娘 你在说什么呢 我是皇上的妃子 怎么会跟宋王在一起呢 皇上 宋妃娘娘 怎么能说出如此有被人轮动 皇上 要替谢生做主 柔儿 你真的没有见到宋王 谢生离开宴会 就直接来这里了 什么也没看到 这里既不是你的警官 为何你会出现在这儿 这是什么 给本宫交出来 妾身只是看这里轻轻 所以才进来的 没想到惹荣妃娘娘不高兴 妾身以后 一边检验身行 你撒谎 行了 一个宫女自虚乌有的话 闹得如此兴师动众 荣妃 你真是越回越回去了 皇上 依臣妾看 这就是一个多嘴的宫女在胡说 皇后说的对 荣妃 以后像这种没有正确的事情 少过来烦朕 柔儿莫哭 这是送给朕的 朕很喜欢 秀得不好 皇上不要去笑 柔儿送我的东西 朕总会嫌弃 走 陪朕回请宫 朕要好好看看 这种不乱交涉根之人 拉出去 上臂 废皇 你清醒一点 柔儿 为何会在这里 有人算计我 快躲起来 娘娘 你刚才真的是吓死奴婢了 您怎么都不提前跟奴婢说一声呀 事发突然 连我也搓手不及 好在我随身携带了一个香能 否则这次真是凶多吉射 荣妃 真是死性不改 屡屡针对我 既然她处处针对我 就别怪我借力的 皇后娘娘 快起来坐下 今日的事情把你吓坏了吧 本宫也没有想到 这个荣妃这么大难 竟敢给宋某下药 荣妃背后也欠过功夫撑腰 这些年 随着连家势大 形势也越发紧张 皇后娘娘 刚才不该帮我说话 她定会怀恨在心的 本宫身为六宫之主 荣妃不敢拿我怎么样 倒是谢平你 以后形势 可要多加小心 妾身自问形势累落 荣妃再想害我 也要拿出证据才是 何况 妾身相信 多行不义必自弊 坏事做多的人 一定会遭报应 你能这么想 再好不过了 谢平 本宫瞧着你是真的喜欢 以后私下 你就叫我姐姐 我们姐妹相称 姐姐 娘娘 您这是怎么了 莫非 是 哪里不舒服 也不知怎么了 平日里很喜欢吃的点心 今天一点胃口也没有 还觉得有些恶心 近来天冷风凉 也是感染风寒了 努婢这就给您请个太医去 也好 不知娘娘哪里不适了 最近胃口不太好 还有些气得凶呢 下官这就为您把脉 怎么了 怎么了吗 啊 去世娘娘找了梁 平日里多穿些衣物 屋子里多贴些炭花 以防冻着 知道了 有劳胡太医 谢定柔 谢定柔怀有十年 虽漫想不是明显 但也有月余作用 我入宫十年 从未怀上龙丝 听什么谢定柔一进宫就怀了龙丝 他不敢跳 娘娘息怒 小心身子 身子身子 我们为了这么多药 一点成效都没有 你们里面就有个废话 娘娘息怒 娘娘息怒 全部能让他顺利带下龙丝 此时 会鼓烂到肚子里 若是被他知道自己怀有龙丝 小心你的脑袋 娘娘 您最近还是不舒服呀 是啊 总觉得凶猛气端 奴婢之前 在家里学了些把脉手段 奴婢给娘娘看看 好啊 娘娘 您似乎是 我怎么了 不知道是不是奴婢把脉错了 您这脉相 分明是喜脉呀 你说什么 我怀孕了 可能是奴婢才说学钱 不如我们找胡太医看看吧 不 你拿着银子 去太医院找个学徒了 小心点别让人看见 嗯 是 恭喜谢品 您这是怀有身孕了 我真的怀孕了 娘娘 之前那个胡太医 给您诊断这么多次 不可能没有看出您怀孕 他野蛮不报 一定是受了谁的指使 那就将计就计 引蛇出动 谢品 见到本宫 为何不归 切身今日身体不适 恐不能下滚 大达 你不过身居品位 你敢这么和牛娘说话 谢定如 你别以为有皇后给你撑腰 本宫就不敢动 姐姐说错了 给我撑腰的不是皇后 而是皇上 你 姐姐不如找块镜子 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 沉老朱黄 我再多的粉啊 都盖不住你脸上的沟合 你又拿什么跟我争了 你个贱人 姐姐啊 我可不是连渠 任你宰戈 一个连子嗣都没有的嫔妃 拿什么跟我争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你给我拿下 是 你确定一定要跟我作对吗 一个贱人 很能够的最后我的事情 是当初没有一刀杀了你 来人 给我狠狠的打 打到他求饶为止 这干什么 皇上 您怎么来了 荣飞 你好呢 大子 请把上泄屁 不是的皇上 是他 辱骂臣妾在先 他辱臣妾 人老朱黄 荣飞 你身为四妃之首 如此欺负一个小姑娘 你的大度 你的气质 原来是你们 你们两个联合起来害我 够了 荣飞 平日里再有嚣张 朕都可以当初没看见 但这一个小小的蟹皮 一都容不下 何当着四妃之首 今日起 朕罚你 带着后宫之中 闭门思过 没有朕的允许 哪人也不许去 不要啊 皇上 皇上 臣妾知错了 我不要见臣妾的族 要是不见天眼 臣妾会死呢 皇上 你 娘娘你怎么了 皇上 你怎么了 皇上 我家娘娘 其实早有身孕了 是有人故意买通胡太医 不告诉我们的 娘娘身体本来就不好 再加上 刚刚容飞 找人打了我家娘娘 所以她才会晕倒的 皇上 你一定要替我家主子做主啊 什么 下娘娘 有了身孕 容飞 那胡太医不是你的人 是你故意不让她告诉谢平的吗 谢定柔怎么知道自己还原了 难道胡太医背叛了本宫 皇后 你说话可要讲证 胡太医是太医署的院判 跟本宫有什么关系 行了 别再闹 来人 别认传太医 这要当面问个精准 说何 太医 回皇上 谢平娘娘 那是喜脉呀 真的 谢平怀了朕的孩子 臣行医二十年 不会有错的 好 好 重重有赏 皇上 胡太医来 让她给朕捆进来 皇上恕罪呀 皇上 胡太医来 胡太医 朕问 谢平怀孕一事 你为何瞒着朕不报 不是臣不愿报 而是 胡太医 有什么苦衷 尽管说出来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 今日本宫和皇上在这 你不用害怕 臣 臣 臣 胡太医 想好了再说 没有人威胁臣 是臣 一处不惊 没有查出谢平怀孕一事 这件事情都做不好 那几日起 朕就隔去你太医院审汉的职位 留我家中地去 陈尊之 龙飞 你性格顽劣 孝杖跋扈 朕罚你 立法司过三个月 臣妾尊之 朕儿 你有什么想吃的 想用的 和皇后说 朕先走了 改日再来看你 怀孕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告诉本宫 是不把本宫当姐姐了吗 姐姐说的哪里话 妹妹也是才知晓的 都是这个连玉花 她肯定想趁着你还不知道怀孕 想毁掉这个孩子 幸好你还激励 今日能让皇上进他族 也算因祸得福 你要多加小心 胎儿现在不稳 你要注意休息 我知道了姐姐 淑妃姐姐今天怎么了 看着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没什么 许是昨夜没休息好 有些乏了 娘娘 银耳羹好了 银耳羹 姐姐怎么知道 我最喜欢喝银耳羹了 喜欢 你就多喝一点 嗯 等等 有点烫 你等一等 没事 我不怕疼 要给她吃了吗 吃了 哈哈哈哈 这下本宫终于去除了一个心头大坏 那我哥哥呢 我已经爱说的做了 你得放了她 淑妃娘娘 放心 只要本宫 得到谢定柔生死的消息 就放了你 娘娘 你明知道那银耳羹里有毒 你为什么要喝啊 我不愿考验人血 但没想到这宫中是无人可血 娘娘 娘娘 您就血了 冒天 快去叫皇上来 快去 谢平娘娘 您的这个孩子没有太新 你是说 我怀的是个死胆 这件事 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皇上 首尔 首尔怎么样了 回皇上 谢平娘娘 种的乃是家竹桃之毒 毒性太强 这孩子 怕是保不住了 什么 家竹桃是禁物 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宫里 宝田 你们娘娘最近吃什么了 吃 皇上 皇上 朱尔 你醒了 皇上 臣妾的孩子 还在吗 朱尔 你还年轻 孩子我们还会要的 为什么 他还那么小 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少儿 娘娘 方才老爷传信 大公子已经被定国公放出来了 兄长是没事 可谢平的孩子 却因我而死 娘娘 你也是逼不得已的 家竹桃之毒是荣妃给的 只要他不说 没人会知道是我们做的 你更要振作起来 莫要惹人怀疑才是 听宝婷说 自从出世以后 你都没吃什么东西 这样下去可怎么行 我向来知道神功贤恶 因此有了孩子之后处处相信 就怕这个孩子没了 没想到去花园走一走 也能与此或是 我知道你心里不是滋味 可你不能拿自己的身体来耗着 你也知道 没有皇上的宠爱 才是真的一无所有 得振作起来 姐姐 当真实刀子不扎在自己身上 不觉得疼 会好多 她怎么样了 娘娘最近身体不太好 自从丧子之后 她吃饭都没什么胃口 人也没什么精神 你回医术 一定要多多上心 管不能让她落下什么病根 奴婢明白 那天她到底吃了什么 跟本王仔细讲讲 朕输了 皇兄如此心神不宁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 这宫中 本就皇死丹保 胎儿又接连的宝宝 朕这心里 实在难受 皇兄乃是负责身后之人 日后定会再有子死 只是陈帝听说 这谢瓶狮子 是一书非有的 你都知道什么 陈帝也是偶然听人说 这温氏长子温绍 与林镇将军的公子 在酒楼发生了口奖 这温绍一怒之下 叫林公子给杀后 谁知 这林家竟没有追究 反而草草地将丧事了结 皇兄 这林家 是沁国宫的人 宋 有的时候人太聪明 会招来杀身者 你明白吗 臣帝明白 但是皇兄 臣帝先是你的弟弟 然后才是宋王 皇兄你信了一清二楚 为何要纵容那连世 在宫中作威作福啊 谢瓶丧死之事 朕 自会补偿的 至于其他的事情 你无需多言 臣帝告退 妹妹的身子 可好一些了 好不好的 又能怎样 今日你进来了 我便要问你个问题 还希望姐姐能如实作答 你问 压着逃的 是不是你给我吓的 怎么可能啊 你是我在这宫里 唯一信任的 我怎么可能想要害你的孩子 我也不想恶意揣动你 可是姐姐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的哥哥在外面杀了什么 那丧子的林家 一言不发 丝毫不予追究 是因为 是因为我父亲 说服了林家 是你父亲说服的 还是慶国公说服的 容非害你接连丧子 那样一个心思歹毒的女人 你接受的害我 淑妃 你告诉我 为什么 我也是不得已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哥哥去死 那你就能眼睁睁看着我孩子去死 那还只是几个月的胎 他有什么错 对不起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只要你能解气 解气 我的孩子在乎了 杀了你 也难解我心头之分 你 终于一日为虎死是 事作为我为事不容 会败过到那时 苏妃 你 你 不容好下场 娘娘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心狠狠 明知道苏妃要害我 我还将挤旧机摔死腹中的太后 用你去找宋王 在皇上面前挑命 可若我不这样做 皇上又怎能对我牺牲愧疚 义父又怎能带兵出生 皇兄已经同意让谢明代替秦国公里 此战若是胜 固然能得到皇兄的重要 可若是败了 你们数十年苦心孤意的谋划 都会化为胖颜 我相信义父不会败的 谢廷柔 复仇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 是只不惜牺牲你自己的 十年前 我赵家满门牺牲 只留我一人苟活一尸 就是一个早该死去的人 割不开怀上皇帝的孩子 这一切 或许就是上天注定的 眼看他光楼起 眼看他夜宾 眼看他老他 娘娘 宫外传来消息 说是国公功成失利 已经被皇上剥夺了兵权 这如今天下的兵权 都在另一个人手中 什么 是谁 谁敢夺我连家兵权 是 我快说 是谢贵人的父亲 谢明将军 子柔 又是你 为什么你每次都要跟本宫作对 娘娘息怒 国公传来话说 请娘娘在宫里想想办法 本宫如今禁足在这里 能有什么办法 你先回去 告诉我父亲 让他稍安物责 本宫 一定会想出办法 是 奴才告退 谢贫娘娘 荣妃请您过去说说话 不去 那就做奴才得罪了 太走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 走 放开我家娘娘 你们要干娘娘去哪 放开 你想干什么 我跟你无话可说 谢定荣 你们谢家 还真是好手 你跟你父亲谢明 你意外 你在宫里谋害本宫 他在宫外 我我父亲兵权 姐姐说错了 并非是我好手 而是你们父女俩太储了 因为 凭我一个人就能左右皇上的抉择 你也太小瞧他了 你不要挑我和皇上之间的感情 是不是挑我 相信娘娘心里更清楚 娘娘要是没什么事 妾身就先告退 想走 没那么容易 我公亲事 妙让 永无非身之事 娘娘 太后皇上皇后娘娘见到 谢平 请公然行刺荣费 来源纳 哀家拿下 谢平 哀家先前觉得你识大体 乖巧懂事 美丞相 你如今做出如此龌龊之事 竟然敢公然行刺嫔妃 还敢将她退于冷水之中 你的心思如此歹毒 回太后娘娘 其实没有退她 是她自己捅了自己一脑 然后坠入了胡争 住口 爱家亲眼所见 还敢狡辩 来源呢 解皮目无尊长 下犯上 即日起 打入冷宫 没有爱家的允许 不得踏出冷宫半步 今天这件事情 必须听爱家 爱家绝不允许这种女人 作乱后宫 这水是凉的也就罢了 馒头硬得跟石头一样 这让我们怎么下眼啊 吃不了你就饿着呗 都来冷宫这种地方 还当自己是主 进到这种地方 就别再想出去 你们 没事 我们先进去 娘娘 娘娘你这大病出狱的 就住这种屋子啊 不如 我们去找宋王吧 无妨 是我一时不慎 着了人家的道 你去打点水来 我们收拾一下 嗯 皇上 您还是回去吧 太后今日谁也不见 今日想不到太后 朕 是不会回去的 让她进来吧 母后 皇帝一定要替那个女人求情吗 母后 你明知道谢嫔是被冤枉 是有如何 他们两个 一个是嫔 一个是非 难道还要哀家教你 奔情轻重缓急吗 母后 你明知道朕 明知道什么 你知道你喜欢谢嫔 却要偏偏把她打入冷宫 就像十年前的梅妃一样 皇帝 若若详问 顾江山 那个谢嫔 服不得 求荣妃 放过谢嫔 你说你毛不矛盾 当初为了家人 不惜背叛谢定柔 如今 又为了她 来向本宫跪下求情 哎呀 还真是姐妹情深呢 不过 她谢定柔 落在本宫手里 只有死路一条 如非开恩 将她 宫中的炭火拿去 再把窗户打开 我看这寒冷的天气 她谢定柔 怎么 怎么 娘娘 娘娘来 快把药喝了 嗯 嗯 老婷 你不要管我了 你快走吧 我不走 老婷说是娘娘的人 死是娘娘的鬼 你等着宝庭 这就去给您接炭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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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我想接个炭火 我家娘娘生病了 有人吗 我想接个炭火 有人吗 有没有炭火可以解我们几块 啊 你想借炭火 啊 嘿嘿嘿嘿嘿 陪咱家一夜 给你十块炭如何 嘿嘿嘿嘿嘿嘿嘿 娘娘 快来烤烤火 这附近都是荣废的人 你哪里来的他 你不说什么 不是的娘娘 你看错了 你快来烤烤烤 你怎么这么傻 我还这么嫁人 抱歉不嫁人 好天真妹子都陪着娘娘 我 我 也要让你死 娘娘这是梅西 冷宫外当拆的 你来跟我说说 谢平最近如何了 若非让人撤走了冷宫的门和窗 不准任何人送吃的喝的 谢平今日大病了一场 恐怕不会 什么 奴婢今日前来 是谢平说有些四方话 想要单独通娘娘讲 若是娘娘愿意 不妨去冷宫看看她 不自是愿意的 好 那入夜了 奴婢再来寻娘娘 娘娘 可这么晚了去冷宫那种地方 似乎不太稳妥 这是我欠谢平的 就算是刀山火海 我也要去 娘娘 我们还是回去吧 这里实在有些吓人了 有什么好吓人的 恭维重 寻常人又闯不进 左右就是轻盈了些 等见到谢平就好了 娘娘 您听像不像谁的哭声 你听错了 是风声 这里朗宫已经喊尽了 娘娘 请跟进奴婢 就快到了 再忍一忍吧 你叫什么 娘娘娘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飞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 别自己吓自己 没心 没心 别忘了娘娘娘吩咐她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你知道 死人了 死人了 快来人啊 皇上 据太医说 淑妃娘娘娘 已经无力回天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好好的 淑妃怎么会跑到那个偏偏的地方 又怎么死了呢 据淑妃娘娘宫里的人说 是为一个叫眉心的宫里带去的 去 去把那个眉心带过来问话 是 看来已经问不出什么了 她已经疯了 皇后 这件事情发生在后宫之中 朕命你于三天之内 查清事件的真相 皇上 淑妃是在去冷宫的路上约害你 这事 会不会跟谢平有关系 不听无端的猜测 找到证据 再来找朕 是 听说了吗 昨晚宫中死了个人 听说是被鬼吓死的 别瞎说 哪里有鬼 两位大哥 你们说什么 谁死了 是淑妃娘娘 淑妃娘娘 娘娘 娘娘 不好了 怎么了 舒飞 舒飞娘娘死了 不可能 和他们都说 说 舒飞娘娘 已经没了 她是怎么没的 快说清楚 听说 是在来冷宫的路上 被鬼害死的 你说 她是在来冷宫的路上死的 他们都这么说 如今冷宫只有我一人住 众人都认定我和淑妃不合 现在她死在冷宫父亲 不行 这是有人要害我 汪廷 你快想办法联系上王爷 将此事告诉她 是娘娘 快去 我让你赶紧走 你别再出去了 是 努必知道 王爷果然猜对了 跟着沁国公府的人就能找到她 您是宋王殿下 谁让你害的舒飞 殿下饶命 奴婢也是有苦衷的 是如飞 都是她逼迫奴婢这么做的 又是如飞 请她带走 是 接宝 接宝 你起光兄 前线大捷 哈哈哈哈 这个宪明 在朝中不怎么出土 甚不知 他尽有如此大的本事 反令下去 朕要在宫中设宴 宴请 诸位将领 是 娘娘 太好了 王爷得胜归来 皇后娘娘终于肯放你出去了 是啊 有些事 也该用你轻松 谢卿 本朝能武将的将 乃是我江山社稷之幸 皇上谬赞 臣乃武将 保驾卫国 杀退敌军 乃分内之事 不敢决死后 此次击退敌军 谢将军的增援 的确还算及时 也不枉费老臣 带领中人 在吴城死守多日 硬死不祥的决心 嗯 不错 庆国公 守城 辛苦了 朕 亦会有赏 哈哈哈哈 多谢皇上 皇兄 臣弟有事 陈弟有事禀告 不知宋王 所为何事 臣弟要状告庆国公纵容其女荣妃 祸乱后宫 草菅人命 冒害多名皇嗣 宋王殿下 莫要信口开河 忽乱无限 众所周知 荣妃娘娘入宫多年 贤良输得最是良善 什么时候 谋害皇嗣了 该不会是 宋王喝多酒了 糊涂了 说醉话了吧 皇兄 你可还记得 淑妃死的时候 给她带路的那名宫女 宫女 朕记得 这个宫女已经疯了 打发出宫了 根本就没疯 分明就是一个神智清晰的正常人 皇上 此事绝非臣妾所为 定是宋王 搞错了 或者是故意想污蔑臣妾 还请皇上明察 皇兄 臣弟已经找到那名宫女 随时可以召见 宋王 你身为皇上的亲兄弟 如此离间皇上和后妃的感情 究竟是何居心 淑妃身为后妃为人所害 姿势体大 本王身为亲王 岂能不管 宋王 你可有证据 启禀皇兄 那名叫眉心的宫女已经承认 正是受到荣妃的指使 才将淑妃带到冷宫附近 让人将其杀害 你胡说 本宫从未认识什么叫做眉心的人 皇兄 臣弟在宫外亲眼所见 有人要将眉心杀人灭口 若荣妃问心无愧 何至于如此针对一个小小的宫 皇上 臣妾可以对天发誓 我从来没有谋害淑妃啊 荣妃 你也不必否认得太早 你手中沾染的人命 可不止淑妃这一条 皇兄 臣弟还查到 就连淑妃和谢嫩的孩子 也是被荣妃所害 是荣妃命人故意推倒淑妃 才导致淑妃失足小产 也是荣妃 以温大人长子的性命来要挟 让淑妃不得不听从荣妃的指使 在谢嫩的糖尿中下毒 害得谢嫩小产 皇兄 这些事 温大人都可做着 若皇兄不信 大可循温大人进宫一问便知 荣妃 甚至不知 你如此狠毒 你连谢嫩的孩子都不放我 你说 这些年 你到底杀了这多少孩子 不是的皇上 李确 谢嫩的孩子是我害的 这时候没有过来 这时候没有皇上 不 这不想听 来人 把荣妃给我带下去 何去妃为 变为贵人 大猪容 不要啊皇上 皇上 皇上你给这件件事 皇上 皇上 这还有一事要说 够了 朕今日罚了 就散了 班岛容非以事不宜 独留一个亲国公 如瓮中之别 多给皇上留一些时间 且不可操之过气 皇上说的有道理 班岛连事 已是最关键的一步 接下来 更要栩栩吐之 不能心急 娘娘 朱儿 都是四妃之手 是皇帝亲父的荣妃 你要再敢拦着我 我现在就把你杀了 娘娘 你冷静了娘娘 四妃之手 荣妃已经被皇上 变为贵人 这么快就忘了 谢丁柔 你还敢来 我家娘娘 可是如今皇上 亲封的梅妃 岂能是你能 直呼其名的 梅妃 谢丁柔 你处心积蓉 你处心积虑地往上爬 终究 是成了别人的替山 替山又如何 只要能达到目的 本宫再俗心 家主头 你明知道本宫那天 为你的是毒 你还愿意喝下 那碗银耳羹 不怕告诉你 我当初怀的是一个死胆 谢丁柔 五毒尚不识子 你真是连畜生都不辱 本宫输在你的手里 无话可说 我哪比得过你 当初将我赵家满门抄斩 让我亲眼看着 我父亲身手一处 沾写的荔枝好吃吗 如飞娘娘 你是赵亲的女儿 你终于认出来了 既然如此 你就让梅玉群 给我昭氏一族忏悔吧 这枚荔枝 我发过无数字诗 要亲自还给你 你凭我一人 就能屠路 赵氏满门 谢丁柔 你想给赵家翻案 这辈子 都不可能 什么呀 真正的答案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去 真没理智 也永远 也有机会 这么厌下 我应该是 君立刻 我好 那一朵 感谢观看